今天一大早我们抵达普诺码头 登上了一艘滴滴卡卡湖上的摩托艇 随着摩托艇缓缓驶离码头 美丽的山城普诺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湖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水鸟在浅滩上飞舞 不时有一艘船驶过 给原本宁静的景色增添了一丝动感 没过多久 我们就看到了滴滴卡卡湖上的芦苇 这些高大迁徙的植物从水中冒出来 它们是这里湖中特有的芦苇 不久之后 我们就知道这些芦苇有多么重要 滴滴卡卡湖因人工建造的 乌鲁斯人福岛而闻名 乌鲁斯人用这里大量生长的芦苇 建造这些岛屿 这些福岛与印加文化没有关系 这些岛屿可以被移到湖的深处以躲避危险 据说乌鲁斯人建造这些岛屿是为了保护自己 免受来自印加人和其他威胁 如今这里大约有120个福岛 居住着大约1300人 我们参观了一个有五六间芦苇屋的岛屿 我们的当地导游和一些当地居民代表 向我们展示了芦苇的神奇用途 从用芦苇根和粘土建造岛屿地基 到建造房屋和草棚 芦苇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核心 芦苇根也可以食用 而且营养丰富 当然岛眉门还有其他食物来源 岛上的妇女们各个精通编织和刺绣 她们自豪地展示着她们的精美的设计 和精湛的工艺品 岛眉门还邀请我们到她们的家中 让我们意读她们的日常生活 很明显 芦苇对她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结束我们的访问之前 我们决定乘坐她们的一艘芦苇船 亲身体验一下 告别了福岛和他们勤劳热情的居民后 我们的船驶向了塔吉勒岛 滴滴卡卡湖位于安地斯山脉 横跨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边界 是南美最大的湖泊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可通航水域 海拔3812米 滴滴卡卡湖不仅是一处自然奇观 也是安地斯神话中的圣地 相传是印加文明的发源地 塔吉勒岛位于滴滴卡卡湖的秘鲁一侧 距离普诺约45公里 这座面积为5.72平方公里的岛域上 生活着约2200人 我们上岛后 热情的岛民们请我们吃了午餐 我们先喝了梨麦汤 然后是从滴滴卡卡湖 直接捕捞的新鲜尊鱼 这顿饭真是太美味了 我们被安排在当地一家人家过夜 房间简单但干净 尽管没有暖气 但每张床都有三条羊驼毛毯 足够保暖 虽然洗漱设施不如城里方便 但我们非常珍惜这种难得的乡村体验 下午 我们的导游带领我们 沿着风景优美的小径穿过岛屿 他向我们讲述了塔吉勒岛的文化 以及他们的农业和畜牧业传统 还有一些他们的有趣故事 塔吉勒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遗址 以其文化遗产和壮丽的风景而闻名 岛上居住着一个秘露土著社区 他们仍然说克丘亚语 几个世纪以来 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而独特的社会结构 以及非常精致的纺织艺术 一天结束时 我们到达了岛上的最高点 从这里望出去的全景 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停下来看日落 虽然天空中没有戏剧性的云彩 但傍晚柔和的光线 是接触一天的完美方式 一二天早上 我们被远处攻击提叫的声音吵醒 羊群早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 我们走到海滩 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 海鸥或者应该说虎鸥 互相追逐快乐的玩耍 塔吉勒岛醒来了 早餐后 岛民们演奏音乐 欢歌跳舞 庆祝我们的来访 并向我们告别 我们高兴地加入到庆祝活动中 再见了 塔吉勒岛 塔吉勒岛